大家好,这里是美眉乌宇 这部影片要来分享一下宝可梦卡牌中大家常用的热门卡 例如闪电鸟,小霞等等 这些超级靠塞卡,它们实际的几率要怎么算,到底好不好用呢? 在讲解之前要先帮大家破解一个几率迷思 就是期望值,在单一对局中重要度并不高 因为期望值只是表示多次结果的平均,而不是一个准确的预测 举个例子,例如闪电鸟 它打出多少伤害的期望值,可以很明显直观的知道期望值是100 但这并不代表下一次攻击就是会打100伤害 也不代表打100伤害的几率是50%或是更高 它只是一个玩很多局后,伤害平均起来会接近的一个数值而已 知道期望值是100在战斗中并没有帮助 我们其实真正想要知道的是,打100以上伤害的几率到底有多高 所以在单一对局中,更要看重的是每个结果的几率 这样才可以实际的评估当下的状况,该不该打掉张牌 期望值只能用于长期趋势的预测 而几率是短期决斗的可靠依据哦 首先分析一下闪电鸟的教室,预风雷电 正常来说可以打多少伤害呢? 教室效果为值4次硬币 根据值出的正面次数乘以50 值4个硬币的结果总共有16种,并呈现二项式分布 值出4个反面的几率是6.25% 一个正面的几率是25% 值出两个正面的几率是37.5% 值出三个正面的几率是25% 全部正面的几率是6.25% 不过游戏里我们通常不会说 要刚刚好打出50,100等等的伤害 而是例如100以上的伤害都可以 因为伤害够窄下就好 所以要计算打50,100,150以上的伤害的几率 计算后就能得到 打0的几率是6.25% 打50以上的几率是93.75% 打100以上的几率是68.75% 打150以上的几率是37.5% 打200的几率是6.25% 所以说闪电鸟打出50伤害 算是非常稳定的能至少达50 并且打出100的几率很不错 有接近7成的几率 看起来闪电鸟打出100伤害算是蛮合心合理的 但特别注意打出200伤害的几率超级低的 所以在使用闪电鸟计算伤害时 尽量不要把胜算压在想要打出200伤害这种事情身上哦 和闪电鸟类似的还有嘎啦嘎啦 叶弹术以及伊陀拉古值硬币打伤害的宝可梦等等 计算的方法都和闪电鸟一样 反正记得伤害的期望值并不重要 而是要知道打多少伤害以上的几率 才是对局中真正要注意的地方哦 再来是大家最爱的毒狗王小霞 他的效果为一直值硬币 直到出现反面为止 除出几个正面就加几个能量 战斗中我们会想要得知的是 使出小霞一次获得一个 两个以上的能量其实是多少呢 其实很好算 因为获得多少能量 也就是前几次都翻到正面 后面硬币翻正反面都不重要了 所以用0.5乘以想要的能量数量即可 计算后能得知 获得0个能量的几率是50% 一个能量以上的几率是50% 两个能量以上的几率是25% 三个能量以上的几率是12.5% 如此推算下去 所以小霞很常会搭配到的 急动鸟或拉布拉斯EX 想要开局就直接凑齐三个能量 打除三能量招式的几率更只有12.5% 是超级低的哦 总结来看小霞其实蛮普通的 因为每次使用小霞 一个能量都拿不到算是正常 0能量几率本来就有50% 而且就算50%几率 只一个以上能量出来了 也不是说已经100%获胜 所以说绝对不要把获胜条件 完全建立在小霞知道 一个以上的能量的状况 因为这样等于说 胜率铁定低于50% 所以总结来说 我觉得小霞不能当作牌组的核心 更该把小霞定位是一个bonus的牌 就算小霞没知道能量 正常玩也要有一定的胜率基础 因为如果是对自己操作 比较自信的玩家 会更希望把胜率建立在 其他的操作上面 而不是依靠纯粹的运气来决胜负 就在有时候不想要太复杂的操作 想轻松快速的玩游戏时 才适合玩小霞为主体的牌组吧 给能量还有一个热门宝可梦 火焰鸟 它的招式烈焰之舞 效果为之三次硬币 看总共有几个正面 就可以自由选择给被战区的 火系宝可梦增加能量 火焰鸟其实和前面提到的 闪电鸟机制比较像 并且在战斗当中 我们会更想得知的是 当下缺少的能量数量 有多少机率能获得 例如我这回合 只要用火焰鸟直到一个能量 下回合喷火龙就可以启动喷人了 那火焰鸟直到一个以上能量的几率 到底是多少呢 我该把这回合的能量给到别人吗 计算后可以得知 火焰鸟给0个能量的几率是12.5% 给一个以上能量的几率是87.5% 给两个以上能量的几率是50% 给三个能量的几率是12.5% 这样看来火焰鸟算是个蛮稳定的宝可梦 能量稳赚不亏 倒是被战区的喷火龙 三阶进化抽不抽得到 更让人头疼了 最后介绍一下 有50%麻痹睡眠等等的宝可梦 例如帕萨海胆的招式电击 伤害为30 打出后会值一次硬币 如果值出正面的话 会让对手麻痹 在麻痹状态下 对手无法替换或者使用任何的招式 因此也可以换句话说 帕萨海胆有50%的几率打出60的伤害 25%的几率可以打出90的伤害 12.5%的几率可以打出120的伤害 因此类推下去 和帕萨海胆比较像的宝可梦 有胖可丁EX或是影梦魔人等等 他们都是50%让敌人动不了 有机会不断的连续输出 总结来说 个人认为这种靠赛宝可梦在对局中 其实也是很有技术的牌 甚至可以实际计算出 打出这张牌后 射算会有几% 而且会发现很多高手牌族里面 都多多少少会带上 一两只这种靠赛宝可梦 因为这些宝可梦在极度烈士的战局中 可能会是唯一的破局手段 扭转局势 那以上就是宝可梦卡牌记录的分享咯 如果这部影片有学会帮助的话 欢迎订阅每个赞 最后出个洞宝可梦卡牌的攻略哦 那影片就到这边 大家拜拜